以後入鹿頸谷部 看黃金蘆葦草會方便得多了 香港01旅遊記者在鹿頸直擊九巴試車 現場所見 九巴在新良潭路連接鹿頸路的位置 分別測試一格電動巴士 和一格普通單層巴士 可不可以停泊和轉彎 九巴回覆香港01說 由於275R客量有上升 正是研究延長 來往大埔區和烏膠騰的275R路線 去到鹿頸作為終點 不過入鹿頸的路線 就會以特別班次形式進行 鹿頸所在的位置是谷部路線的起點 亦是八仙嶺路線的終點 以往只有小巴一種主要交通工具 如果今次九巴新試行的路線真是成事 就意味著大家之後就可以更方便些了